《佛說阿彌陀經》 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佛說阿彌陀經》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佛介紹念佛的不可思議 我們先來看經文 還是一樣 我先讀一遍 這一段 上次有稍微講解過了 大意思是說 釋迦摩尼佛勸我們眾生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是吧 各位 釋迦摩尼佛給我們介紹阿彌陀佛 難道只是為了單單介紹嗎? 當然不是啊 釋迦佛專門給我們介紹阿彌陀佛 而且整部經他都在介紹 那肯定他就要我們眾生念南無阿彌陀佛了 但是以普通人的眼光來說 我們這樣子每天念佛 又好像有點不大正常 各位是不是 你有沒有被人家說過你不大正常啊? 哎呀 你這個人怎麼整天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你是有病啊? 各位有嗎? 有沒有人這麼講過你? 那確實 以他們來說 我們念佛的人這樣子念佛 好像真的有點不大正常 就好像以前有一個童話故事一樣 這童話故事叫《丑小鴨》 你看 有一天 這個鴨子的窩裡面去 就浮出來一隻鴨子 但是這隻鴨子是有點不大正常的 因為它跟其他的鴨子很不同 所以大家都叫它《丑小鴨》 那鴨子的毛是黃色的 但是這隻丑小鴨是白色的 那鴨子的脖子是短短的 但丑小鴨的脖子是長長的 連聲音都不大一樣 所以講它醜 講它怪 都說你是不正常的丑小鴨 那直到有一天 這隻丑小鴨遇到一堆白天鵝才發現 哎呀 原來我是一隻白天鵝 我是一隻鴨子啊 就這樣高興地飛走了 當初 就是白天鵝的蛋 它不小心掉到鴨子的窩裡面去 所以才生出這隻丑小鴨 但是人家不是丑小鴨 它原本就是一隻漂亮的白天鵝 所以各位 如果說我們念佛人 被有些人當作不正常 其實也是形有可原的 因為白天鵝本來在鴨子圈裡面 就是不大正常的 甚至美麗的白天鵝 還被認為是醜小鴨一樣 所以我們念佛人 其實不用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別人覺得我們念佛很怪 主要來說 我們在不一樣的世界 你看佛說的 我們念佛的世界是 這就是我們的世界 跟一般人的世界不同 所以 如果世界人認為念佛人很怪 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眼光 就好像鴨子認為白天很醜 就是因為他們的眼光不夠好藥 其實我們都知道 白天鵝比鴨子漂亮得太多了 結果我們念佛人 被其他人認為說不大正常 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是白天鵝 我們是阿彌陀佛的白天鵝 你看佛說的 若念佛者當之此人 則是人中分陀利花 尤其這個念佛法門 《阿彌陀經》 這整部經都是純粹佛所講的 當然其他經典是佛說的 只是在其他經典裡面 中間的部分 往往還有其他人的對話 小插曲的 但是《阿彌陀經》並不一樣 我們去看就知道了 在《阿彌陀經》裡面 其他的弟子 其他的菩薩 一句話都沒有說 整部《阿彌陀經》都是佛一個人講的 就算佛在《阿彌陀經》裡面還有提到問題 但是還是沒有人的回答 就是佛自己問 自己答 自問自答的 到了最後的部分 還是由十方諸佛來讚嘆 來肯定 都是由佛來說 由佛來總結 其他的阿羅漢 其他的菩薩 都沒有插嘴的地步 一個字都沒有講 為什麼? 因為在《無量壽經》就說了 小乘生文跟大乘菩薩 都沒有辦法了解阿彌陀佛的慈悲誓願 所以講到阿彌陀佛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我們念佛的事情 其實不用再去問人了 因為你這個是找不到人家問的 連菩薩都搞不清楚 更何況是你隔壁的叔叔阿姨 安哥安地的 是不是? 現在有《阿彌陀經》 有十方諸佛認證就行了 就像古代的王帝一樣 他要管理這麼大的國家 他也是沒有辦法 每一件事情都是親自去出面處理的 各位 你看 以前王帝要交代事情怎麼做呢? 就是蓋一個印章 把聖子就發出去就行了 人家看到聖子 就等你看到王帝一樣 所以《阿彌陀經》 其實就像這個王帝的聖子 你見到《阿彌陀經》 本年又見到佛陀本人一樣 而且《阿彌陀經》 特別的地方是有十方諸佛認證的 就好像現在 不止一位王帝給你蓋章 而且很多王帝都來證實 所以我們還擔心念佛還有問題嗎? 所以 我們看到佛在《阿彌陀經》裡面 給我們講念佛的利益 就要直接的接受 不用再去問 或者再看別人的 那有人說 去《阿彌陀經》裡面 講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呢? 其實佛也從來沒有說 我們用我們這顆眼睛來看到阿彌陀佛的 佛什麼時候說 要用眼睛來看到阿彌陀佛啊? 都沒有啊 就是阿彌陀佛 它本來就不是我們身體器官能夠感應得到的 而且 我們身體器官能夠感應到的事情 本來就是很有限 譬如說 我們講鼻子好了 各位 鼻子能夠做什麼? 鼻子能夠嗅到這個味道 是吧? 但是各位 鼻子就不能用來聽聲音 鼻子嗅味道 但是它不能聽到聲音啊 我們的手也是 我們的手能夠摸東西 有感覺 但是 就不能用手來看東西 手只能摸 但是它不能看的 要看東西 你還是要用眼睛 這代表說 我們人的器官 它是有限制的 並不是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用眼睛來看到 好像味道 聲音 觸覺 都不是眼睛的範圍嘛 所以怎麼能夠說 你看不到就不算呢? 因為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請問 你可以看到聲音嗎? 你可以看到味道嗎? 都不行啊 所以講看到 也不是說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眼睛看到的東西 本來就太少了 所以不能說 我沒有看到 阿彌陀佛就當作沒有 有些人就說 我要等到我的兩隻眼睛看到才算 其實要這樣子的話 就很難信佛了 因為現在 就算有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台火箭 讓你可以飛到十萬億佛國土之外的地方 他還是看不到阿彌陀佛的 因為阿彌陀佛 它是超越我們眼睛等等器官的感覺的 佛也沒有說 你用眼睛就代表說 你可以看到阿彌陀佛的 如果要有眼睛 才可以感應到阿彌陀佛 那瞎言的人是不是永遠就不能感應阿彌陀佛了? 那你這樣講的話 就有毛病了 所以要感應到阿彌陀佛 從來都不是說要用眼睛來看的 他必須通過一個如法相應的管道才可以 就好像我們講的現在科技一樣 我們又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人是借用了科技 才有辦法讓我們做到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本來你看 我們沒有辦法聯繫到 住在很遠的親朋好友 但是因為有了科技 有了手機 你住在十萬八千里以外的美國也好 我們馬上也可以聯繫得到 甚至打開電視 打開視頻電話 你還可以直接看到地方的臉孔 那本來人走路也只能走到附近的地方 但是因為你有了交通工具 那你一天之內來回出國也可以 甚至在我們這邊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雖然是兩個國家 但是每天來回工作也沒有問題 現在只是因為這個疫情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你要去哪個國家 地方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 人 他都是借用科技 做一些我們本來就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說事情不可能 而是你要找到一個適合的方法就行 需要感應到我們平常感覺不到的阿彌陀佛 也是需要一個適合 如法相應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你看 佛在《阿彌陀經》這一段就告訴我們了 這是佛告訴我們感應阿彌陀佛的方式 佛沒有叫我們要發明火箭 飛到十萬億國土的地方 也沒有說 要我們用這個望遠鏡死鏡去望 佛只告訴我們說 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行 只要你有念這個佛號 就能跟阿彌陀佛產生感應道教 所以你說難不難呢? 對不知道的人來說是很難的 但是對知道的人來說就一點都不難了 反而你覺得說這是很容易了 就好像我們講的密碼一樣 你看 對一個知道密碼的人來說 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已經知道密碼了 他直接按密碼就行 但是 對不知道密碼的人來說 反而非常的困難 他怎麼想都沒有辦法想得到 所以 對於感應阿彌陀佛來說 難跟容易就是在這裡 一講難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阿彌陀佛的密碼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所以他怎麼弄 怎麼想就是沒有辦法 但是 你一旦知道了 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反而容易了 因為這個密碼你已經拿在手上了 你直接打下去 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這樣子的話 難有什麼難的啊 所以 雖然阿彌陀佛在十萬億國土之外 但是 佛在觀境就告訴我們說 阿彌陀佛去此不遠 阿彌陀佛離開我們一點都不遠 為什麼說十萬億國土也不遠呢? 就因為我們現在有了通關密碼 南無阿彌陀佛 有了這個南無阿彌陀佛密碼 當然就不遠啊 就好像說 你電話號碼按對了 就能夠響了 哪裡看你遠不遠的 就算對方在美國也好 你按對手機號碼 馬上就通電了 所以我們念佛人在壽命道的時候 就感應到 阿彌陀佛帶著整個極樂世界的慎重 出現來接引我們 因為這是符合到密碼通關的 各位 這是科學家 研究一輩子的火箭都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 也是學其他法門 少有的境界 因為一般來說 都是要我們自己去接見佛的 但是現在 阿彌陀佛親自來迎接 來接見我們 這是不得了的啊 所以 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真的 千萬就不要看清了 你看 之前有一個故事是很感人的 真的讓我們感受到阿彌陀佛大慈大悲 那這個故事是發生在美國的 在美國 有一位華人醫生 姓黃的 叫做黃醫生 那這個經過是由她的太太 黃太太講出來的 黃太太願意分享 就是因為她對阿彌陀佛慈悲救度 感到很震撼 那這位黃醫生 最早她是移民到美國當醫生的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自己在50歲那年得到癌症 她當了30年的醫生 平常也是很照顧自己 但是最後也病倒了 所以我們說 人生真的很無常的 人生從來都不是說 我們說了算 明明預計說你照顧自己就會健康 結果你偏偏就會生病 明明自己當了醫生 可能可以預防 但是你還是會中招 所以人生無常就是這樣 那在西醫的治療方式 往往發現腫瘤的時候 都是比較嚴重的時候 黃醫生這個癌症細胞也已經從肺部擴散到脊椎跟頭腦 當時什麼辦法 譬如說開刀 化療都用上了 到最後 黃醫生其中一邊的肺部被割掉 那肺部被割掉 那肺部前的骨頭也被鋸掉 由於頭腦裡面腫瘤沒有辦法切除 所以就在黃醫生的頭開個洞 把藥給它放進去 它效果不大 最後 這個腫瘤壓在神經線 導致它腳都不能走路 連上廁所都沒有辦法自理 加上化療的副作用很大 它的身體就好像被刀割一樣的痛苦 那這一下子 把本來很樂觀開朗的黃醫生折磨到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是黃醫生親口講出來的痛苦 因為那個時候的他 飯也吃不了 藥睡也睡不著 腳還不能走路 身體裡面的腫瘤還一直折磨他 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各位 我們這樣子聽聽 還真的有點體會到那種痛苦 當然是 他的家人只能陪著他流淚而已 但是 峰迴路轉 黃醫生在往生前幾個月 他在美國這個西方國家 竟然有機會認識到阿彌陀佛 他知道有極樂世界的好地方 念佛就可以去 所以就開始念佛 只是黃醫生說 他捨不得能離開他的家人 暫時不想去 雖然是這樣 但是每天還是斷斷續續有在念佛 由於是病人 所以人比較累 也是因為這樣 雖然有念佛 但是也不怎麼樣的靜靜 畢竟是沒有體力了 大多數都在睡覺休息的 那雖然如此 阿彌陀佛畢竟還是慈悲的 只要念佛 不管怎麼樣 阿彌陀佛對家事都會安排姻緣的 還真的 在往生前一個月 黃醫生在睡覺當中就夢到阿彌陀佛了 阿彌陀佛就問他說 是否已經準備好要到極樂世界了 黃醫生他也很老實 他跟阿彌陀佛說 我還沒有準備好 那一般人聽到這裡 又以為說慘了 沒有機會了 但是各位 不要忘了 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的 雖然這次阿彌陀佛是被拒絕了 但是阿彌陀佛還是沒有放棄黃醫生 阿彌陀佛過後就在夢裡視線很莊嚴 殊勝無比的淨土 當時黃醫生說 在夢裡看到的極樂世界 有五百位大菩薩來歡迎著他 各位 我們這一輩子可能都沒有一次 有五百人歡迎我們 是不是? 你哪一次出去 有這麼多人歡迎這裡的? 但現在是五百位大菩薩歡迎著黃醫生 你可以想像場面是多麼的殊勝 所以黃醫生說 他感到很溫暖 很親切 很殊勝 覺得阿彌陀佛很慈悲 極樂世界真的就是這麼好的地方 這次他過後 醒過來跟他太太所說的 那在往生前兩個星期 黃醫生開始什麼東西都吃不下了 往生前四天就開始昏睡 太太就在旁邊念佛給他聽 醒過來的時候 黃醫生就跟太太說 剛才睡覺 阿彌陀佛已經在夢裡告訴她說 她決定會往生極樂世界 甚至極樂世界的菩薩們都在為她念佛 太太說 當時她看到黃醫生的樣子就很安心 很有自信 覺得自己一定能夠去極樂世界 這次黃醫生最後講的話 因為她講完沒有多久 黃醫生就開始不能說話了 四天後就斷氣往生了 那在過世後 中年的過程當中 黃太太是站在旁邊 避也念佛的 突然之間 她就看到佛光跟蓮花出現 這時候 她也看到黃醫生 不過 她說黃醫生的樣子 不像是生病的樣子了 太太說 那個時候 黃醫生就變得非常年輕莊嚴 而且整身都是金色身的 整個身體都是金色 看起來就像一尊佛一樣 黃太太就說 從一路生病 陪到黃醫生斷氣往生淨土 她只能說念佛不可思議 甚至體會到 阿彌陀佛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因為黃醫生雖然是最後幾個月才開始念佛 但是 她始終沒有吃素 也沒有皈依 畢竟人在美國嘛 講到佛號 也不是念很多 畢竟也是病人 黃醫生常常就是會勞累 昏睡 不是那種精進念佛的 他們還在美國這種佛法不興盛的地方 但是 你看 阿彌陀佛始終沒有捨棄她 而且還這麼攝取不捨她 所以各位 我們還能夠說什麼呢? 就像黃太太說的 念佛太不可思議了 阿彌陀佛真的是大慈大悲了 反看現在人 有些人懂修西修 還擔心自己不能往生淨土 還有些人懂想西想的 懷疑阿彌陀佛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看 就這麼一位什麼都不懂的病人 黃醫生就將念佛 被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淨土 徹底的離苦得樂了 黃醫生在美國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能修 正好就讓他靠導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靠導阿彌陀佛 就能夠感應阿彌陀佛的關照 被佛接引了 我們念佛人 其實這輩子 最大的福報 就是能夠被佛親自來接引 是吧 各位 像剛才所講的 你被全法界 最慈悲 最殊勝 最莊惡的阿彌陀佛 親自來接引我們啊 你可以想像這是多麼殊勝嗎?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說總統跑到你家來找你 你殊不殊勝? 算是很殊勝了 但是比不上阿彌陀佛來找我們的殊勝 因為你見到總統還是那樣嘛 最多你跟他拍一個照 放上網炫耀而已 但是現在是最尊貴的阿彌陀佛來接我們啊 這是不得了的啊 如果今天總統來到你家找你就已經是大事情了 現在是佛中之王 阿彌陀佛親自來找我們 我們覺得會是小事嗎? 肯定是更大事啊 因為這是要救我們永遠脫離苦難的輪迴 要往生到最美好的淨土了 就是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 故民極樂 你看 通過這個公案 我們也可以知道這個念佛法門 就像偶義大師所講的 是三根普適 絕代圓柔 不可思議 三根就代表說 所有不一樣根基的眾生都包括了 聖人也包 凡夫也包 善人也包 惡人也包 所有的眾生都在阿彌陀佛的救度範圍裡面 其他法門就不一樣了 其他法門有些法門太深 只能給菩薩修 普通人做不到 有些法門太淺 普通人適合 但是做到也不能解脫 有些還要求說 最少你是一個善人 地獄三根到眾生就沒有份 但是念佛法門是三根普適的 所有眾生都可以得度 而且還是平等得度 絕代圓榮 絕代圓榮就是說 沒有任何不平等的對待 大家都平等 為什麼大家都平等呢? 如果講一個比喻 就好像醫院救人一樣 你看 在醫院 只要有人受傷流血 醫生看到 馬上就給他止血了 不可能說 你這個時候還要看人的啊 難道你看到人家流血要死啊? 你還問他說 你以前有沒有做過好事嗎? 看到他流血來天 問他這個事情啊 就算現在是犯人 身為醫生也要一視同仁 盡全力去救他的 因為醫生的使命是救人 要分辨是非對錯 那是法官的事 不是醫生的 醫生就是平等一位救人 不看身份的 所以為什麼阿彌陀佛要平等救度一切的眾生? 就算現在是一個阿彼地約的眾生 念南無阿彌陀佛 跟觀世音菩薩念佛的效果也是一樣的 絕代圓榮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阿彌陀佛就像是醫生 是來救人的 有救命生 有誰念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來救 所以蓮慈大師就形容念佛法門是急救眾生的 就是這樣 那既然阿彌陀佛是來救人的 那不管什麼根基的眾生念佛 都會得到一樣的利益 但是其他法門就沒有這樣子的利益了 因為其他的法門 它不大像是救人 其他法門就好像學校考試的那一種 你來考試 就分成小學 中學 大學 你考不及格 肯定就上不去 其他法門大概就是這樣 你自己做不到 學不到 你煩惱不能斷 你肯定就不能畢業 但是阿彌陀佛不是啊 阿彌陀佛不是校長啊 阿彌陀佛就好像醫生 他是來救人的 所以現在 不管是哪個級別的人 不管你是小學 中學 大學 甚至你是幼稚園也好 甚至沒有讀過書也好 只要念佛都能夠救 山根普渡 絕代圓榮 不管什麼根基都行 所以 剛才那位美國醫生念佛不多 也能夠被阿彌陀佛救渡到極樂世界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阿彌陀佛的慈悲是山根普渡 是來救人的 所以不管之前他有沒有修行 只要肯念佛 就能夠得度 所以講白了 其實阿彌陀佛 他是無條件救渡的 如果阿彌陀佛是有條件的話 哪裡可能是山根普渡呢? 你看 其他法門就是一大堆的條件 所以才沒有山根普渡嘛 但是 阿彌陀佛是山根普渡 簡單來說 就是沒有條件的意思 所以善吾大師也說 十幾十生 百幾百生 十個人念佛 十個人成就 一百個人念佛 一百個人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你看看 這哪裡還有條件呢? 這樣當然就是沒有條件啊 今天如果說逆念佛還不能成就的話 肯定你是自己障礙自己 就好像醫生 明明是要救我們的 給我們準備房間 食物 醫藥 像是疫情 你看 可能政府說 如果哪個人確診 政府醫院會提供一切的需要 都不用錢的 結果有人就懷疑說 哎喲 哪有不用錢這麼好的 我就不相信 那你這樣子自己 障礙自己 不願意接受醫生 政府的好意 當然就不行啦 那你肯定註定要病死啦 所以現在有些外人說 念佛沒這麼容易的啦 甚至上次聽到有位蓮友告訴我說 他在外面 聽到有人跟他講 1萬個人念佛 就一個人能夠成就 他們這些心態講白了 就是不信佛 可能就懷疑說 哪有什麼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的 哪有什麼山根普渡的 哪有說萬人念佛 萬人能夠往生 這麼厚康 這麼好康的啊 這樣的心態 當然 1萬個人都沒一個得度了 就好像免費的醫生 你不接受 結果你要自己動手啊 自己來動手術 那你肯定是死定了 所以 一定要正確理解阿彌陀佛的慈悲心才行 所以可以知道 念佛法門傳到現在 也不是說 所有念佛人的心態都是一樣的 還有些人就是接觸到錯誤的阿彌陀佛 有一位夜老居士的經歷正好符合這一點 夜老居士是在71歲的時候才皈依佛門的 他這一輩子 可以說過得很苦 所以聽到可以念佛 可以到阿彌陀佛 最美好的幾多世界的時候 非常的歡喜 但是 歡喜的日子不長 因為有一次 有一位居士就告訴他說 老婆婆 你年紀這麼大啦 你70多歲啦 雖然你皈依念佛啦 但是 你這一生只能結一個緣分而已 你這一生 你這樣子是不可能往生到極樂世界的 所以我們看 就是有這麼糊塗 亂講話的人 那也就是一個老太太 對教理也不是很懂 聽到人家這麼說 尤其對方看起來是學佛很久的人 所以她聽了 就非常的傷心 她就形容說 她那一句話就好像一個大石頭 壓在她心裡 透不過氣 本來是很歡喜認識阿彌陀佛的 現在變得很沉重 她每次就自己想 難道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就沒有我的份嗎? 難道我已經遇到慈悲的阿彌陀佛 還要繼續輪回受苦受難嗎? 因為葉居士 早年她的丈夫就不在了 她是靠自己一個人 養大兩個孩子的 你想想 這個過程就不用講了 她又不是什麼女強人 所以這一生 痛苦 無奈 可以說是說不完的 那到了人生的最後 還聽到阿彌陀佛也會嫌棄她 要求很多的條件 當然念佛不能到極樂世界 下一次要繼續修 繼續輪回受苦 雖然聽到這裡 整個心都都睡掉了 有時候想到這裡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都掉眼淚 所以各位 我們講的 藥可以亂吃 但是話你不能亂講啊 你亂亂解釋 阿彌陀佛會把人家 對生命解脫的希望全部拿掉的 那過了幾個月 葉居士有一次的姻緣來到我們淨土宗的道場 來聽開示 結果一聽 才發現 哎呀 以前都誤解了 原來阿彌陀佛真的是大慈大悲 救苦 救難 是善意跟普渡的 終於極樂世界就有我的憤腦 我可以回去了 從此 葉居士又在喚醒念佛 所以各位看看 你理解對跟理解錯差別是很大的 你這個心境是完全都不一樣的 兩個月以後 兒子帶著葉居士去檢查身體 醫生檢查後 要他留院觀察 那個時候 醫生講話也是吞吞吐吐的 葉居士看得出來 這個醫生有點有口難言 好像很難講得出口 所以就跟醫生說 醫生啊 我以前也是在醫院當過護士的 而且我現在是一個念佛人 所以生死對我來說跟一般人不大一樣 我現在就算死了 我可以去極樂世界 所以醫生 你可以老實跟我講的 我也可以提早安排我的事情 哇 這麼一講啊 我想這位醫生大概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子的病人 本來還在想 怎麼安慰葉居士呢 但現在好像是葉居士反而在安慰他 那確實 醫生說 檢查身體以後發現葉居士肺部能有腫瘤 而且也是晚期了 大概只剩下一兩個月的時間而已 那葉居士聽了以後 不但沒有怎麼樣 反而很高興 他回到家裡 就跟平常一起共修的理由報告說 我告訴大家 一件喜事 我要往生極樂世界了 以前聽到人家說的什麼義之十字 現醫生說 我的病只剩下兩個月 也是一種義之十字啊 當天這個義之十字還主編的請大家吃 因為太高興了 終於去極樂世界的時間要到了 所以不但他沒有像一般人一樣 對死亡很害怕 很歡喜 這真的只有念佛人才有的現象 那死亡對我們來說 真的就像回家 回到一個最美好 最快樂的極樂世界 葉居士這樣子的心態是對的 既然說醫生都說沒有救了 那你就提到準備後事嘛 交代家人嘛 到時才不會驚慌失措 像師父曾經告訴我們的 他說 我們這些念佛的法師跟連友 65歲以上的 可以開始準備遺囑了 還先安排妥當的是最好的 我們念佛人就是要往生極樂世界 那在這個世界 也不需要帶給其他人太多的麻煩 那過了幾個月 往生前兩個星期 葉居士的身體就開始比較弱 同時開始吃不下 只能喝水 就一直躺在床上的念佛 過了兩天 他就感應到阿彌陀佛現前了 他告訴大家說 阿彌陀佛來了 阿彌陀佛來了 當時大家在旁邊聽到也很歡喜 就跟著他念佛 那過後 雖然很弱了 但是葉居士就留給大家一段話 葉居士說 我們念佛人 其實永遠都在阿彌陀佛的保護當中 像前幾個月 醫生說 我得到癌症 但是這幾個月 我完全沒有癌症的痛苦 我都沒有吃任何的藥物 但是就完全沒有痛 我曾經在醫院照顧很多的癌症病人 每一個都痛到 都不知道怎麼講的 甚至有些痛到都要自殺 這個我們都知道的 我們看都很可憐 但是幸好我沒有念佛 所以這幾個月 雖然肺部是癌症晚期 但是完全沒有痛苦 有病 但是沒有痛 這大概就是佛力加持了 這是要往生前跟他身旁的靈友說的 過後面有多少天 葉居士就安詳了往生極樂世界了 而且是微笑 毫無痛苦地走的 瀟灑自在 往生淨土 終於也是滿了他的願望了 這就是一位念佛靠佛力救度 往生淨土 葉居士的故事 本來聽到人家說 要努力地修行 要符合很多條件 才有辦法 這個壓力一直藏在他心裡 很痛苦 但是過後 了解阿彌陀佛是無條件救度的 是三根普度的 真的讓他感到無比的安心 天天歡喜念佛 甚至最後癌症也沒有痛苦 安詳地往生 所以我們對阿彌陀佛真的要正確地認識 不要到處拼別人亂講 就影響到自己 就阿彌陀佛是無條件救度就對了 我們只要念佛 剩下的一切 阿彌陀佛可以說 都會給我們包辦 所以偶役大師也說 除了念佛法門 是三根普度 而且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還是元收元朝一切法門的 元 就是圓滿 沒有遺漏的 就六字南無阿彌陀佛 圓滿具足一切佛法的功德 像有些人喜歡楞言咒 有些人喜歡大悲咒 有些人喜歡地藏經 有些人喜歡心經 但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 全部包過了 不只包過 大師說 還元朝 就是佛號 還超越其他這些經咒的功德 這道理是一定的 既然佛號是包過其他的佛法 同時也超越其他的佛法了 咦 怎麼說呢? 講一個比喻 就像一個國家 你看國家裡面的王弟的權力 是包過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一個國家 有教育部長可以管教育 但是王弟也可以管教育 裡面的衛生部長管衛生 但是王弟也可以插手管衛生 就王弟的權力 他是包過所有的人的 那包過所有人的權力 也代表他是超越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是啊 王弟的權力就是巨大的 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所以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包括所有佛法的功德 也是代表了佛號是超越其他佛法的 就好像王弟的權力一樣 偶遺大師說 元收元超 就是這個意思 不只元收一切佛法的功德 還元超一切佛法的功德 卻有些人說 念佛還不夠 還要加一個大悲咒 還要加一部《地藏經》 還要禪盡雙修 還要禪盡密三修 這就好像說 這個王弟還不夠大 我還要給他一點權力一樣 這是多餘啊 搞不清楚狀態的人才會做出的事情 因為王弟本來就是巨大的 你還要加什麼呢? 但是有些人說 哎呀 師父你怎麼講很偏棄啊 就一句佛號 一尊佛的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王弟 是屬於偏棄的嗎? 不是啊 如果現在有兩個王弟的話 那不打架了 古時候 打戰的時候 就是兩個王弟啊 你要當王 我也要當王啊 所以他們就開始打戰了 你不相信 你試試看啊 如果現在新加坡有兩個總理 馬來西亞有兩個首相 你不出幾個議員 肯定就內戰了 所以講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如法的 既然已經選擇了念佛法門 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其實沒有什麼不對的 是不是? 個人話佛說的一項專念啊 就是清楚一個方向 不會混亂 明明白白的 就好像說 人家問你說 馬來西亞有幾個首相 我們會說一個首相 誰是誰的 這就很清楚啊 不是問了 誰是首相 結果你說 有五個首相 那不是天下大亂的 五個首相 所以 修很多的人 其實在內心上是屬於很亂的 就好像 他什麼都有 什麼都要 那講白了 就是心中無主 方向不清楚 好像迷路的人一樣 所以少老大師就說 什麼都好 但是念佛最好 就好像一個國家 人人都有權利 但是王弟的權利最大 王弟就是一個國家的代表 這不是偏激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的 淨土宗之所以是淨土宗 就是因為要突出佛號 是唯一最出盛的 每一個宗派 因為目標不同 所以就有自己首要的法門 而淨土宗 就是以佛號為宗 這樣 才會讓我們全體的靠道 所以釋迦摩尼佛 你看在《阿彌陀經》就說了 各位 看清楚了 釋迦摩尼佛就明明確確指出 一尊佛給我們作為依靠 你要到極樂世界 就念南無阿彌陀佛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指出很多佛啊? 都沒有啊 《阿彌陀經》就是一尊佛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嘛 而且是釋迦摩尼佛自己主動就指一尊 這個含義就是要我們一向專念 一佛 一法 一淨土 一佛就是一尊的阿彌陀佛 一法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一淨土就是極樂世界 所以講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最殊聖 專靠 專念 專修是決定如理如法 沒有錯的 今天如果說你是修其他法門 當然要講六度萬行 當然要修很多 有不同的修法 但現在 你既然已經決定 這一生你要回到極樂世界 當然就是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好 其他法門或許他們需要加念佛 但是念佛法門是不需要加其他法門的修法的 因為念佛法門就是要一向專念 不同的法門當然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就好像每一個行業都有不一樣的規矩一樣 這沒有什麼不對的 念佛法門的《阿彌陀經》 它就是明確指引出這麼講的 所以 這就是今天學習道阿佛介紹念佛的不可思議 念佛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念佛法門是山根普度的 不管怎麼樣的人 念佛都能夠得度 而且它也是平等得度 下根跟上根的人念佛都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就很不可思議 上大師說的 是頓教一成海 更不可思議的是 念佛還元收元朝一切的功德 不只這麼簡單的念佛 可以具足一切的功德 而且還超越一切 所以這部《阿彌陀經》 從頭到尾都是佛的一言堂 純粹就是佛一個人來講 因為這麼特別容易跟書生念佛法門 沒有佛親自來說 就沒有人能夠講得出了 連在場的設立佛 智慧第一被問到的時候 他都講不出來啊 就是只有佛自問自答 所以不經地遇到了 直接當下念佛就是 也不必說再去問別人如何如何的 因為這個念佛法門 畢竟只有佛懂 其他人是不懂的 要不然你東問西問 問到一個亂亂講話的 到最後自己自虧而已 有些人就是聽到不對的訊息 就把念佛給捨棄了 哎呀 想到這裡 那就可惜了 好 那結束之前 我把今天學習到的禁句法也來讀一遍好了 所以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好 南無阿彌陀佛 這位些靈言 都是一般,安靜不如 注采到auf 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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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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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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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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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佛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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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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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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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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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